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 说什么都不肯放 你是我的好时光 所以这一次呢 我再一次回到金府 就是为了要回来找证据 我要找到证据 然后等再回去的时候 就要把金元宝连人待兮 带回我娘身边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千方百计都要进金家 没关系 我陪你 等你办完了事情 我们一起走 好吗 好 干杯 你等一会儿 托我嘴 这些衣服啊已经过时了 我叫阿富拿出去扔了 扔的干嘛 这么好的衣服 扔掉岂不是太浪费了 我只穿最新的款式 哪儿像你呀 带那么土的发子 好 你不要是吧 你不要给我呀 我拿出去送给穷人 你不要总有人要的 少爷 少夫人 那我先告退了 我看你是想自己 偷偷留下来吧 你就那么喜欢我 连我穿过的衣服 都要拿来收藏 你没发烧吧 我喜欢你 做梦吧你 你为什么不可能喜欢我 你看啊 你看 你嘴贱 臭美 骄傲自大 自以为是 还特喜欢给别人做主 自以为了不起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 你越是挑我的毛病啊 就表示你越在乎 你想 你要不是时时刻刻 关注我的话 怎么可能随口说说 我那么多毛病 你就别装了 喜欢我就大方承认吧 反正我们都成亲了 这样吧 我吃点亏 我让你喜欢我 我就不拒绝你呢 有如滔滔江水的爱意 就行了呗 你脑子没伤坏吧 你有病啊 我就不相信你 有我金元宝搞不定的女人 好漂亮的蜡烛啊 弄这么漂亮啊 是要跟我道歉吗 不是道歉 我看你平时见识少 今天让你长长见识 这桌上的葡萄美酒 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尝尝 尝尝 小心 这酒可是很浓烈的 很容易醉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看不起我 就没有能醉倒我的酒 来 果然很好喝啊 好啊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意见 就让我来为你盘奏一曲 我最擅长的曲子 名字叫做 《良辰美景》 没想到 你还会弹琴啊 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 是什么 遮住了你的双目 不再珍惜我的付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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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惹须跟缝起来 只会做很多恨《我想像》 再敬一杯 嗯 哦 怎么样 喜欢今晚的安排吗 喜欢 喜欢我吗 喜欢 觉得我帅吗 帅 那既然喜欢我又觉得我帅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对我有些表示 怎么表示 怎么表示 这表示有很多种方法 比方说你用你的眼睛 用你的手 用你的嘴 眼睛 手 嘴 不明白了 嗯 啊 这样明白了吧 嗯 什么 来 这边 两下 嗯 哎 这边 嗯 快点 嗯 嗯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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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能表现得再多一点的话 那就更好了 什么表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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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但是如果你能够再多一点表示的话 那就更好了 多一点 你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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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舒服吗 知道你昨晚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我帮你回应 少占我便宜啊 是你先占我便宜的 什么 明明是你灌我酒 让我喝多了 根本就是你在勾引我 哈哈哈哈 开什么玩笑 我是谁啊 我是金元宝 我要什么女人没有 需要勾引啊 这样吧 看在你昨天晚上 对我那么热情的份上 我就勉强接受你了 现在你呢 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你要对我负责吗 我对你负责是吗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求着说喜欢 等等 就是我 不太容易 你不是一直说 让小萱来管家吗 要不今年的寿宴 给她来办吧 她在金府待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温良公俭让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交给她来办 一定妥妥的 你说是吧 办就办有什么了不起的 娘 你放心 我一定把她给办得热热闹闹的 你放心 那太好了 不过小萱啊 你知道吗 这个办寿宴啊 筹备工作 你看起来简单 其实办起来是非常琐碎的 这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的 寿宴那天啊 这满城的青柜都会到 稍微有一点差池 就会让人家看笑话的 是啊 办不了的话就早点说啊 你不得了 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当然办得了了 那好 也可以 让小萱历历历历 元宝 文昭啊 你们多帮着点她啊 好吗 好 那是必须的 这样吧 表哥 你让账房拨个三万两预算 给少夫人吧 三万两 怎么 三万两太少了 当然不少了 还多了呢 两万两就够了 好啊 不愧是我金元宝的娘子 两万两 你搞定 你答应曹办金夫人的寿宴也就算了 怎么能答应两万两的预算呢 这也太胡来了 两万两还少 我已经觉得多都花不了了 我们家峨眉山下的李奶奶 她办寿宴才花了二两银子 而且整个村子的人吃了整整三天呢 大家很开心啊 这寻常的人家办寿宴 怎么能跟大虎人家相比呢 怎么不能比啊 像金府这样的人家办一次寿宴 少于五万两 是根本办不下来的 五万 可是你明明告诉我 两万就够了呀 我说的是再加两万两 再加两万 那金元宝他只给我三万两 这不是摆明了挖一个坑 让我往里跳吗 这也怪你呀 想的不想就答应下来了 不行不行 我必须去找他说清楚 少爷 您真的只给少夫人 两万两银子办寿宴 万一少夫人办砸了 怎么办 办砸了有我在啊 只要她肯开口求我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可是依着少夫人的脾气 她怎么可能求您呢 我就是要挫挫她的锐气 只要她肯好好地开口求我 也许本少爷心肠一软 就帮她一把 做梦吧你 金元宝 你这个大混蛋 想让我求你 俺们儿都没有 有骨气 有本事一辈子都别求我 你今天下的战书 孤奶奶我接了 我一定办一个 风风光光 体体面面的寿宴给你看 我拭目以待 咱们走着瞧 你不断劝 你不断劝 不是 四个生意 你不断劝 你们笑着 你不断劝 他的试镭 ネ段 有点 你我试镭 你得不断劝 你不断劝 你得不断劝 你得不断劝 我不断劝 我我吃不断劝 你得不断劝 你得不断劝 你吃不断劝 你得不断劝 你凭劝 宿百姨 你只要掌握全局 把握大方向就好了 可是 怎么样把握大方向呢 其实 你做到三点就可以了 第一 先把所有的环节都确定下来 然后 制定一个计划 按照计划一步一步进行 第二 先把所有的环节都确定下来 你要把事情分给具体的人去做 让他们为自己的部分负责 第三 按照计划 检查每一项工作的进展状况 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调理清晰 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雪儿 你还懂这么多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 是啊 雪儿 刚才我还熨头转向的呢 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懂一点了 雪儿 都亏有你啊 要不然的话 我可真的是要火上房了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其实 我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现在虽然条理清晰 可是 要把这件事情办得很漂亮 还是有很多难点的 都有什么难点啊 第一 就是这个寿宴环节的问题 夜会每年都办 可是 要办得花样翻新 别具特色 这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 责任到人 说起来非常容易 但是 有责任心又很能干的人 真的非常少 所以 选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第三 就是钱的问题了 两万两 实在是太少了 这些东西 有没有 正在哪里 还有 情统 有没有 能够 不得了 也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可以 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回少爷 少夫人都在和雪儿姑娘 长风她们 商量办寿宴的事 一个呆头鹅 一个弱女子 能办成什么大事 下去吧 是 少爷 少夫人 坐 最近看你忙里忙外的 娘的寿宴 应该准备得晴晴有条了吧 这样准备呢 我可告诉你啊 这娘的寿宴可是金府的大事 一定要最高贵格 到时候来的宾客 有皇家贵族 还有官家子弟 有很多人 酒席呢 也得上海桌 上次柳文昭办酒席的时候 出了错 被娘罚在池塘里面面壁半个月 这期间呢 不准别人进去 她也不准出来 饭菜只能放在门口 我可不想 你到时候和她一样在 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我倒不介意可以帮帮您 用不着你担心 我一定可以把寿宴办好的 现在去牛都不用打草稿的了 你 你干吗 你跟我这有什么用啊 办寿宴是你自己答应的 我可没逼你 我 好 我看了金夫人去年寿宴的菜单 这是我在去年基础上 调整出来的新菜单 其中保留了去年的大部分菜品 加入了几位江南的特色 今年的宾客中 有很大一部分粉饰江南的官员 我猜这些菜一定会符合他们的口味 你真是个诸葛亮 等一下呢 我把这个菜单拿去给娘看看 让她过目确认 嗯 给邵夫人请安 邵夫人 不过邵夫人叫我们来有什么吩咐 我今天找你们过来呢 是关于老夫人寿宴的事宜 希望你们能帮忙 邵夫人客气了 我们哪敢当啊 你们谁掌管库房 小人礼服 负责看管库房 好 那你回去清点一下 去年老夫人寿宴上 用过哪些装饰用品 看有多少青年是我可以继续用的 有多少是已经损坏 需要重新购买的 然后你列一张清单给我 回少夫人 这物品太多 清点起来有点困难 更何况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物品入库的时候 你们都应该盘点清楚 我现在只不过找人去核对一下 有什么困难吗 回少夫人 按照以往的惯例呢 这老夫人寿宴的用品 全部都是采买新的 到底是你当家 还是我当家 自然是少夫人当家 我也只是按照惯例 跟您说一声 既然是我当家 那就按我说的去做 谁负责采购啊 回少夫人 小的张晨负责采购 单子上有物品 让你们去采购 去账房支一千两银子 我跟雪儿已经全部算过了 一千两银子绰绰有余 少夫人说的是南京的物价吧 京城的物价高得很 一千两银子 可是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好了好了 你们先下去吧 我跟少夫人还有话要说 是是是 气死我了 明明就是耍赖 明摆着就是欺负我 你看 这大伙人家的飞扬跋扈 你算是见识了吧 真是够头疼的 真是够头疼的 没这个金刚钻就别懒此气活 看把你累成这样 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采购单 采购单 是啊 这上面写着筹办寿宴 所需要的物品 每件物品后面都写着标价 而且也告诉你 可以在哪些物美价廉的商铺 买到这些物品 这样一来呢 可以防止下人们捞回扣 还有 这后面写了 所有办寿宴的程序 你只要按照上面写的续作 保证你两万一两 可以办一个有声有色的寿宴 求我 朱才求你呢 我不要了 你可想清楚了 有了这个采购单之后 你只要照着办就行了 来 求我 你以为打了我一巴掌 再给我个甜枣 我就会感谢你吗 想让我求你 门都没有 别以为我没你不信 我告诉你 我自己照样可以 你脑子没事吧你 我是在帮你 你别不是好人心啊 谢谢啊 我不需要 有个性 我喜欢你 喂 别宜了 快 别宜了 快 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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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是 哪 老子 你 被他 宇宙 他 你 是 少夫人 后烛的菜已经收到了 大概五千两 给 现在我们都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能省的都省了 能压缩的都压缩了 可是 银子还是不够 那也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那也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少夫人这几天还顺利吗 鬼少爷 除了银钱缺锦之外 其他的都还好 这几天 婆人们纷纷报告 预算吃锦 少夫人和雪儿小姐 可以说 把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看她还能躺多久 作词 3 4 4 6 6 2 6 8 8 少夫人 金丹宝负 表哥 怎么了 叶根源把闹别扭了 别提了 现在我一提他就一肚子气 一天到晚只知道欺负我 现在还弄个什么寿宴让我办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 我第一次给姑妈过寿室 也觉得无从下手 表哥 我听说你第一次给金夫人办寿宴的时候 被罚跪祠堂 闭门思过 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 我当时年纪小 没经验 考虑问题也不周全 惹得一个贵客不满了 客人那么多 谁管得过来啊 况且每次都是你说的最多 做的最多 到最后还要来怪你 如果是那个金元宝的话 别说是一个贵人 就是十个贵人 估计娘也不会这么惩罚他 夫人也是怕我不生气吧 所以才这样 不过我虽然是亲戚 可姑妈终究是姑妈 表哥从小就痛失双亲 寄人一下 还要照顾年幼无知的妹妹 看现在亲戚的个性就知道 他小时候 表哥一定没让他吃过苦 可那些委屈和苦啊 全都让你一个人耽误 不过现在好了 也算是熬出头了 相信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对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说真的 表哥你真的很能干 之前的寿宴都办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一次你一定得帮帮我 金府那些下人啊 他们都欺负我 对金府的情况不熟 不但不听我使唤 反而还笑话 有这样的事情 那这样 我一会儿给你调拨一期下人 专门供你筹办寿宴使用 你真是我的贵人 那我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其实这回筹办寿宴的经费 只有两万两的话 你一定要精打细算 如果可以减少 夫人们中间拿回扣的机会呢 也能省下不少钱 这样 我回去 把这些容易出的问题呢 都给你了一个单子 到时你照着单子查就好了 那太谢谢你了 表哥 爸 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找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今天少夫人召集大家来 是要看看你们的状态 你们看看你们的样子 懒散 消极 不紧不慢 这是你们当下人 应该有的状态吗 最后到的那个人给我出来 别再让我说第二遍 站出来 谁是谁是谁是谁啊 罚两个月的工钱 打石板子一事小扯 我 如果以后再犯的话 惩罚加倍 下去 卢快乐 我 从今天起 走吧 走 你们都放下手上的活 听少夫人调钱 专心筹办寿宴的事 寿宴的重要性 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 所以 收起你们那些 奴大欺主的伎俩 不要欺负少夫人 第一次当管家 我会一直盯着你们 如果让我发现 你们有消极待功 办事不利 偷懒爽滑 我一定严惩不怠 绝不姑息 听明白了 明白 从今天开始 每天饮食三客到这里来晨练 凡是不训练或者迟到的人 每天加练半个时辰 晨练期间不许说话 只要是说话的话 再加练半个时辰 一日之际在于晨 每天晨练不但有助于清醒头脑 还可以强身健体 所以在我管家期间 每天必须晨练 我会陪着你们一起练 证明我们是一起努力 同甘共苦的 听到没有 听到了 都准备好 多好保步 强身健体 强身健体 保卫金服 保卫金服 努力干活 努力干活 赚钱养家 赚钱养家 好 你们自己来 继续啊 不要偷懒 小小人 保卫金服 努力干活 阿福 阿福 少爷 少爷 外面怎么回事 闹哄哄呢 少夫人正在外面 训练下人的 这个臭丫头 不知道又在搞什么名的 好 大家练得不错 我再教大家一套新的拳法 如果以后在金服 遇到其他人对你们不利 你们可以保护金服 也可以保护自己 来 大家跟我一起坐 看着点 看着点 一会儿每个人都得给我坐一遍啊 六关家好厉害啊 帅 你看 你看 我要我这个身手就好了 真是太晚了 那你跟他 停 停 爹 停 大清早的强什么身 见什么起啊 你们不热啊 我们不热 我们保卫金服呢 保卫金服 就凭你们这些 花拳绣腿能够保卫金服 保卫金服靠的是力量 力量你们知道吗 阿福 给他们看个力量 好 保护金服 强身兼体 保你个人 小雀啊 这寿宴少夫人办得怎么样啊 禀夫人 少夫人至家确实是有一套 寿宴的事 她先从整顿纪律入手 每天天不亮 就带着家丁和仆人们沉练呢 这听上去还挺新鲜的 效果怎么样 效果还挺不错的呢 现在府里的下人 聚众赌博 不许多 喝酒自事的人少了 一个个都卯足了劲 要在寿宴上大显身手呢 看来这个寿宴交给他办 还是对的 元宝 没看出来 你媳妇还挺能干的嘛 程咬金的三班府 乍一看还不错 少夫人 少夫人还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 赏罚分明 分工明确 现在下人们的积极性都可高了 元宝啊 你看 当初你还不满意这门亲事 太后和娘的眼光不会错的 多么能干的媳妇呀 娘 能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美 我看他还能坚持多久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元宝啊 你也要多帮帮他 毕竟人家是刚来府上 娘 他一定会求我帮忙的 我看他 还能撑多久 这半寿宴银子少排场大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吗 就是啊 而且我现在已经手忙脚乱了 况且每天还要替那个大少爷 各种唠叨 少爷喜欢发好施令 你习惯就好了 另外寿宴的事 你也不用太着急 这其中有很多门道 比如说采买这个环节 你不注意的话 想人会从中抽很多回扣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多去现场转转 去不同的店家寻讯价 多看一看就好 就是这家 下次再来啊 非流管家 毛老板 好久不见了 这次需要点什么 毛老板 请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府上的少夫人 少夫人好 毛老板 听表哥说 军府一直用的是您家绸缎 实不相瞒 最近我要给我们家老夫人办寿宴 所以需要很多绸缎 是啊 这是我们少夫人第一次办少爷 所以这绸缎嘛 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上 你要多表现出一些诚意 才会麻烦我们少夫人 以后多照顾你的生意 往往往 那是当然 质量上不用担心 送到金府的自然呢 都是最好的 价格嘛 为了表示诚意 比以前 再减一成 一成 这诚意是差了一点啊 表哥 刚才那家店铺 他们怎么说的来着 刚才老板说 只要货能进得了金府 赚不赚钱倒不重要 这绫罗绸缎一旦进了金府 可谓是活招牌 免费宣传 你可让好好合计一下哦 这个小的明白 这样 金府寿宴用的东西 只要小店里有 一律 按进驾小周 少夫人 以后可要多多关照 我们店的生意啊 看来王老板 真是个敞良人啊 没问题 以后我们金府 有什么需要筹断的 一定先选你们家 我听阿福说 半生宴的预算出了些问题 这其实呢 用钱能解决的问题 那就不算是问题 真是饱汉不知恶汉机 跟你真没法沟通 有钱有什么不好 有钱可以解决烦恼 尤其是你眼下的烦恼 可我眼下没烦恼了 我现在所有的问题呢 都解决了 解决了 别装了 穷人不丢人 那也得看求谁啊 那我问你 你怎么解决到 你是辩出钱来 还是到地下钱庄 借高利贷啊 我告诉你 这可不是闹里玩的事 告诉你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墙梯 这个当家呀 可有学问了 门道可多了 就像金服啊 如果采购一样东西 只让一个人去办 那他报价多少 就可以从账房 制走多少银子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呢 我把所有需要 采购的东西列出单子 让好几个人 一块负责出去采购 让他们问好报价呢 回来再告诉我们 谁的报价第一东西又好 我就选谁喽 那被选中的那个人呢 就会有银子的奖励 哎 你知道光是采购这一方面 就要比去年省多少钱吗 还能省多少 一千两 整整五千两银子 采五千两 什么叫采五千两 计少成多好不好 钱都是这么一点一点 省出来的 我告诉你 别以为我没了你不行 你干嘛 就不给你吃 你去哪儿 要你管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通报啊 你 我们的情报 我怎么会有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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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 你不要 你还不必要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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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些人 我一定会 表哥你太见外了 以后喊我名字就好了 对了 这都是我亲自挑的水果 你尝尝 好 谢谢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啊 我陪你吧 来 爽快 少夫人快人快语 反倒是文昭太拘谨了 来 我们喝酒 来 这一杯我敬你 这段时间的帮忙 让我的寿宴办得如此顺利 好 这一杯呢还敬你 感谢你支持我陈恋 给大家做了一个好榜样 真是没想到啊 身归之中竟然能养出 少夫人这样的豪情女子 你活得敢作敢为 仗义直言 难道你以前就是这么活的吗 表哥 是你活得太累了 人活一世当然是快乐自在最好啊 就像 就像这把剑 装在剑窍里啊 就像被绑住了一样 剑应该拔出窍 用在该用的地方 去哪里 去哪里 我刚才有人放了 没有阻碍 大阪 那就是 你去哪里 那叫拔出窍 哪里 就想去哪里 都在闪着 你去哪里 这一票 里面 中二这一票 这楚楚姑娘啊 长的是什么样子 那个 他耳朵后面 有一颗小小的 你没事吧 没事 西阳下五剑 还真有闲情意志 走 回家 少夫人只是来送水果 闭嘴 夫妻俩的事用不着你管 走 我们才能一报 走 金元宝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呀 放我下来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不许接近李文昭 不许与他搭讪 还有 不许跟他舞剑 如果要舞剑 或跳舞的话可以 只需给我看 你凭什么管我金元宝 凭我是你相公 所以你不许接近他 哼 臭美 想都别想 为什么你所有事都要找他 为什么你对他那么好 为什么你对他笑颜敞开 对我那么刻薄呢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吗 我聪明决定你知道的 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麻烦你搞清楚好不好 办寿宴的事是你逼我去做的 我之所以会去找表哥 是因为他处处关心我 照顾我一心吗 我想出去 总比你这个埋乎奖礼的 要好得多吧 我给你出点难题 你就找野男人 舞剑 舞剑啊 什么野男 什么舞剑 那是你表哥好不好 你回来 你这个死丫头 你看嘴硬 对付你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你是不是 干嘛咬我 你给我记住 以后不许接见李文昭 帮我安排一下 明天寿宴的事情 还寿宴呢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万一露出马脚了怎么办呢 我让你去办你就去办 去办什么 我让喜儿去 明天约一下顾长风顾大娘 还有柳文昭对账 你是把我当空戏了是吧 我刚跟你说过什么 我叫你不要接近柳文昭 你不听是吗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